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李太医 不对 朕应该叫你 诸家太子 今夜月色如何呀 这月色温柔如水 自是美不胜收 不过只可惜这月色背后 似乎引有杀气 未免有些傻风景 诸家太子入宫 有一段时日了 还是第一次 像今夜这般 与朕一同畅饮赏月 正好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说说心里话 朱某 乐意奉陪 朕问你 在你的心中 朕是怎样的一位皇帝 皇上天纵英才 年少有为 历经图治 博学广实 更难得的是 胸怀宽广 能容常人 之所不能容 虽然年纪轻轻 已将帝王之术 洗得炉火纯青 没想到朱家太子 对朕的评价这么高 不过朕相信 你说的都是实话 都是 出自真心 发自肺腑 那你知道 在朕的心里 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朱某 愿闻其想 你亦是 天纵英才 年少有为 历经图治 博学果实 最重要的是 你胸怀宽广 你说这能容 常人之不能容 你却是能认 常人之不能忍 你年纪轻轻啊 就已经具备了 为君者之才能格局 想不到 皇上对朱某的评价 如此之高 不过朱某也相信 皇上这话是 发自真心 出自肺腑 不错 你我二人应该是 真心彼此欣赏 算得上是知己 来 你我知己二人 且同饮一杯吧 我知己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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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觉罗治天下 你若有大才 当应知道 大丈夫行事 应当顺应天意和时事 逆天不祥 逆事必败 不错 这帝王天子 实乃天命所归 但这时与命 岂有定数 皇上自幼博览群疏 当之史上 从无异族人能久战中原 纵然蒙古铁骑强占了大宋江山 建立了大元帝国 但大元帝国的统治 一直都是摇摇欲坠 纵然勉强支撑 也未能撑过百年 大元帝国未能撑过百年 主要是败在元朝 数代皇帝都固步自封 不肯学习中原文化 一味地强权镇压 但是朕不一样 朕会遵孔孟 行儒术 大力推行满汉 乃至各民族融合 共谋发展 到时候 天下各民族都是一家 都是朕的臣民 我爱心觉罗时 绝不会重蹈前缘的覆车 皇上雄心勃勃 朱某佩服 你我 本该是不共戴天之大敌 不过 我也忠心祝皇上 能够说到做到